第一個先插入兩個欄位 一個是產品的名稱 區域的名稱 那我要怎麼查呢 如果說我要針對 T01 T01去做查詢的話 那當然 塗髮鏈鋼當然不是好方法 變成你要用眼睛看 然後去把它查過來 那如果你今天不用眼睛看 你要讓ECL自動幫你查詢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使用插入函數 那函數的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找到那個 就是在類別裡面呢 要找到檢視與參照 因為VIVO函數呢 它是在那個檢視與參照這個類別裡面 所以你就插入函數 這個應該平常都會用到 那請你找到檢視與參照裡面的最下面一個 叫VIVO函數 找這一個 OK 那其實不是只有VIVO函數可以做 查詢的工作 其實 當然在檢視與參照裡面還有其他的函數也可以辦得到 像Index Indirect 或者是 其他好像什麼 Lookup函數 其實也都可以 只是說相對VIVO函數會比較簡單 會 比較簡單 那其他函數你也可以試做看看 那怎麼去使用VIVO函數幫我查資料呢 他大概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能要了解 他問你的四個問題 因為函數他主要就是 透過什麼呢 跟你互動 問你幾個問題 你給他 他要的資料 他給你 最後你要查的結果 幫你把他丟回來 就是這樣子 有點像跟你互動 那所以呢 你要能夠跟他互動的話 第一個 你要看得懂 他問你的問題 你給他 他要的 東西 他要的資料 這樣就搞定了 只是說因為目前 函數的學習 目前我覺得大家 卡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Excel他那個函數前面的那個 要的問題的名稱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恐怕你慢慢要 我覺得你要學的 要理解 就是他前面到底問你什麼問題 那其實 其實如果我回覽他跟Excel 可以把前面這個翻譯成中文 我想大家會比較能夠理解 就不用太需要學習了 只是因為他是英文的 然後我大概把白話意思 跟各位講一下 他第一個前面 第一個問題 LucaValue 其實就是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找哪個編號 OK那你要找什麼 找T001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就把T001的編號位置告他 OK 第二個問題是問你說 TableArray TableArray就是說 那你要去哪個Table的表格 Array的話就範圍 你要 查詢的那個表格在哪裡 那那個查詢的表格 就跟他講說 我的對照表是在這裡 在哪裡呢 在這個 I2 到 J4的範圍 所以你就把這個範圍給選起來 選完之後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特別是以後 慢慢可能要理解就是 只要在那個他前面的名稱 前面只要出現什麼Array 或者是說Range 你就要給他一個 範圍 OK 你不能單一個給儲存格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那個 Column 前面就COL COL其實在 Excel裡面就是藍的意思 所以你以後看到COL 就是 Column的縮寫 藍的縮寫 他全稱就 COL UMN 他只是把它簡稱的 COLUMN Column的意思 那後面Index 指的是 Index 鎖引 值嘛 意思說 講白話就是 哪一欄 意思就是說針對上面這個問題 Table 這個Table裡面的哪一欄 所以 這個Table裡面的總共 其實他只會有兩欄 第一欄 跟第二欄 那我們 他意思說你 他比對一定是幫你比第一欄 在 第一欄裡面 幫你找一下 找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去第一欄裡面找找看 那如果有找到的話請問一下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 那我已經有第二欄 所以這邊的話 就輸入2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直接輸入2 OK 那第四個問題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是不是要幫你找完全一模一樣Range Lookup是說 要不要 在這個範圍裡面幫你找完全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那當然如果你輸入0的話 就是YES 我就是要輸入 要找T001完全一模一樣的喔 如果找不到你就告訴我找不到就好了 所以如果找不到他會出現僅NA 所以你們應該有看過什麼僅 開頭的嗎 N的話就Nut A的話就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 OK 但如果說另外有種情況就 你如果找不到 你幫我找接近的就好了 比如說T001找不到 你幫我找T00000 或者是 其他接近的數字就好的話 那你可以輸入1 OK 不過這個我想是 另外說啦 這個 不過這一題的話直接輸入0就好了 我們要找一模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直接按確定 不過你按確定向下填滿的話 恐怕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還要再解決那個就是填滿之 有沒有發現底下有一個 減跟NA嘛 那為什麼會 找不到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還要注意一點 就是 如果你等一下要向下填滿的話 向下填滿的話如果說 你 這個向下填滿的範圍裡面 只要有裂號的話 比如說像B2的話 他會B2的話會幫你變成3 下一個列的話 然後3會變成依其類推 那如果範圍也是一樣 但是問題來了我們這個範圍不能變動 也就是你向下填滿 不管查哪一個我的查詢的範圍都一樣的話 那請記得請你在那個 Table Array這個範圍多做一個動作 選取它之後 按一下F4 這個F4的話意思是說 幫我在那個藍跟列的前面加錢的符號 那這個錢的符號用意是說 我之後呢向下填滿 你就不要幫我改變 不要幫我自動 2變3 3變4 不用幫我加1的意思 OK所以 記得選它按F4最簡單的 不過理論上 因為 F4最好就是 其實比較標準是按兩下 為什麼 因為向下填滿 只有裂號會增加 裂號是指的是那個號碼部分 向下 2會變3 3變4 那藍並不會變更 不會說 I 向右的時候呢 藍號才會加1 I變J J變K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向下填滿 所以這一題比較標準是應該是 F4按兩下 一下 是全鎖 兩下的話呢 是只有鎖列 這樣比較標準 不過其實 你剛剛 按一下的話 兩個都鎖也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不影響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 接下來呢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有幾種方法啦 就是 以前好像同學 沒有學過那個Excel 或者說 不太熟的都好像點 拖拉到下方 這樣子 其實這樣也是個方法 只是向下拉有個缺點就是可能會過頭 你可能要拉回去 拉來拉去 然後要很定很準 才可以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能夠更快的方法 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你就直接 直接在這個 輸入好的公式的儲存格 右下角會有個空點 只要你游標移到那個空點上點兩下 其實就自動全部填滿了 管它下面有幾列 它一下子全部填滿了 這個應該大部分同學應該知道吧 因為我之前我發現我上課的時候我做這個動作同學說 老師你怎麼做的 我說 很困難嗎 好 有些東西啦 可能我們平常會很快做 過啦 那會覺得是應該是 會要會的 不過 可能有些同學不那麼常用的話 那也許不會 你就大概注意一下 大概提一下 那儲標移動到那個右下角變黑色 10次 點兩下 再這樣就OK了 那它的好處是說不管你有幾列 它全部都幫你填滿了 這樣的話可以避免就是說你如果以後支類量多的話 你恐怕要一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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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還沒到 還沒到 到了又過頭了 你會非常的緊張 OK 如果你懂得 點兩下 那其實 就會比較簡單一些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是利用那個 所謂的 V欄數 去查詢 那再來的話 區域部分 所以依欄部分 也是 一樣的道理 只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你查詢的話 它這邊呢 它是跨欄之中 那跨欄之中 一個 你不能抵三個 它沒有那種 函數可以一個抵三個這種東西 所以我強烈不建議如果以後 你在eSail裡面 用跨欄之中這個東西 真的很麻煩 你在Word裡面還可以用一用 因為Word裡面比較沒有計算的問題 但是在eSail常常會有計算 常常就會 造成這種問題 就是會 很不方便 而且說真的在資料庫裡面也沒有這種東西 資料庫所以 盡量你就把eSail當資料庫 來看待 那盡量不要做一些 不需要的東西 像跨欄之中 另外常常有見到這同學 亂插入空白列 或者是輸入一些不應該輸入的資料 都會造成你將來再產生樞紐分析表 失敗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要以後要很順利的使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你就不要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盡量就是能不加就不加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問題發生都不是在樞紐分析表本身 而是因為你前面給他的資料裡面就會有一些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這個我稱他叫資料真規 反正以後你給他的東西就是 類似長的規規矩矩的 該一個儲存格就一個儲存格 該有資料就給他有資料 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就相安無事了 那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我們可能要先把什麼 這個編號部分的跨欄之中 先把它取消掉 那怎麼樣取消掉最快 其實 最快的方法 就是整欄選取 整欄先把第一欄選取好了 那選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切到那個 上方的那個常用的面板 常用這個面板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所謂的跨欄之中 預設的你會發現第一欄目前是整個有跨欄之中有被按下去的這個狀態 那如果你要取消 跨欄之中的話很簡單 就是直接再點他一下 他就取消了 點他一下 跨欄之中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把 跨欄之中的效果先取消掉 那取消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可能就是 就是在把它 把底下的東西再填 填回來 所以 A01 下方也要叫A01 所以呢 當然怎麼做比較快 你說 也不要用複字貼啦 因為你要貼很多格一直貼 最快的方法一樣是用填滿的 那怎麼填滿呢 在他的右下角有一個 空點喔 向下拉 可是問題他會怎樣 向下拉 他又幫你多加1 如果你不希望他幫你加1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你向下拉的時候 多按一個 Ctrl鍵 Ctrl鍵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Ctrl鍵按住有沒有 就A01 A01 推向下 這樣子就填滿了 那如果說 你是用Mac的話 Mac沒有Ctrl鍵 那你可能就是 他右下角有個 控 用智慧標籤 他會讓你選說你要做什麼 你可以 複製儲存格就好 用智慧標籤也可以 那這邊的話 A01 向下填滿 Ctrl鍵按住 就分別把底下的東西 通通都把它填滿 那最後的話 就再把這個 整籃 乾脆整個再置中過好了 把它置中一下 看起來會比較統一 所以這邊的話 看到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另外還有一點 好像你們原來的編號 好像只有A2跟A3 因為為了跟我統一 一樣的 所以不然你就把那個 本來的數值 盡量 把它改得多樣化一些些 不然你在做樞紐分析表 可能就會只有那個 A2跟A3 A2跟A3只有中區跟南區而已 所以也許 這個資料 裡面如果沒有A2跟A3的話 你自己改一下好了 那至於 這個 至於你要怎麼改 其實不要改太誇張 其實都OK 只要我們是 希望能夠讓那個資料更多元 更多樣化 將來在做樞紐分析表的話 比較不會只有中區跟南區的資料跑出來 其他都沒有跑出資料 好那如果說我已經把那個 跨欄之中部分做完之後 一樣 我們就是利用什麼 一樣用插入函數 然後一樣到 檢視與參照裡面找到V的函數 那一樣 這三個問題 四個問題又出現 第一個問題 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 A01的這個編號 第二個問題說 那你的對照表在哪裡 我的對照表在這邊 就把它選起來 好 並且啦 當然比較 標準流程就是 你乾脆直接選他按F4就好了 OK 所以 你要找什麼 二你的對照表在哪裡 那對照表要固定住 所以多按一個F4 第三個問題說 那你對照表 裡面我要幫你取回來 第幾欄 因為我的 那個區域在第2欄 所以我跟他講說 那你幫我取回第2欄好了 那第四個問題是說 你要比對是不是要完全一樣 還是找接慶的 那我要完全一樣 我就零 OK 所以基本上 函數 他如果 姜哉哥要學函數啦 就是 理解前面的東西就好了 也就以後不管哪個函數啦 你即便沒用過 反正我看得懂前面的敘述 基本上我就會用了啦 因為他函數有250幾個啦 那你如果能夠按照 同樣的邏輯 每一個都一樣 即便我從來沒用過 這個函數 但是我只要稍微了解一下 他要什麼 我給他對東西 其實也可以馬上把結果做出來 沒有問題 所以像這種東西 不是用背的 沒有人說 每個函數用背的 怎麼用他 不用 一定要理解 理解的話以後就不用記憶啦 因為這個很自然的 就把結果給做出來 這一點可能要跟 各位分享一下這個經驗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結果就把它點兩下 一樣就可以把區域做出來了 你第一個前置就要做好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要做樞紐分析表 抱歉沒有辦法 或是即便可以 做出來的東西也會有很多 你不要的 結果出現 或者怪怪的東西出現 謝謝 第一步我們就 所謂的把那個資料正規化給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我們才有辦法去做那個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樞紐分析表 部分 請各位第一個先 幫我把那個 C欄跟E欄 這邊把它加一個名稱 那編號部分就是取消那個跨欄之中 並且把底下的資料也複製一下 那編號裡面可能原 好像範例檔案裡面 有一些資料 都是 A02 A03 你稍微改一下 盡量可以 参考一下那個 第19頁吧 第19頁也許 會有一個比較改 改完的一個結果 呢